今天現在鎖在位置在台北市信義區的百貨公司樓上 我們可以看到現場雨勢非常的大 但是呢還是有非常多人在這邊撐著傘 冒雨也要到場 就是因為台灣羽球黃金男雙組和王麒麟 回台後的首場公開賽 公開活動 就在這裡盛大的舉行 我們帶你來聽一段稍早的訪問 幫他說說話 畢竟他真的是一個很努力很認真 然後他也真的不是那麼的高調 高調的是我 所以大家就是如果有什麼意見可以 也可以就是多針對我就好 反正我從以前都沒有被少被罵過 沒有啦 看起來就是他真的是一個很棒的女孩 所以真的是希望大家可以多去看看他的好 不要因為可能一些事情 然後就對他有偏見這樣子 好 我們KTL王麒麟非常保護自己的女朋友陳詩媛 而且因為陳詩媛近期風波不斷 加上就是進入機場的管制去接機這件事情 被不少的網友在網路上謾罵 王麒麟表示說陳詩媛他真的不是這麼高調的一個人 高調的人是自己 而且是自己要求陳詩媛去接機的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停止謾罵 不要再罵詩媛 如果要罵的話就乾脆罵他好了 可以看得出來非常的保護他 那另外還有媒體詢問到說發現陳詩媛的手上戴著一個戒指 難道已經變成家人了嗎 王麒麟表示說那個戒指其實只是一個定情的戒指 目前還沒有變成家人